柳爷见到自己带来的高手就这样不辞而别了 自然是准备要带人追上去 但是扎文斌却抢先一步拦在了前面说道 哎 能告诉我他是什么来历吗 柳爷苦笑道 说了扎先生或许不信 对于这个人的底牌我一无所知 顿了顿 他又说道 在中国如果我想调查一个人的背景 不会超过十分钟 但是这个人就像一张白纸 扎文斌不甘心 他不愿意放弃去了解这样一个 对自己过去了如指掌还颇有渊源的人 他追着问道 那他是 上头派的只说是个高人 和你一样的高人 柳爷这话说得漂亮 扎文斌听了却不怎么感冒 因为他似乎看出了那个人的一些端倪 身上的鬼气远比阳气要重 再看他的手 鬼道者无疑 对于鬼道 扎文斌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触了 但是此人像是并无意隐瞒自己的身份 一身兽医招摇过世 而且他刚才对抄子的施旧手法似乎更像是古术 这种源自古老巫术的一脉 在他们道家早就消失了千年了 现在也不过是在西南边陲和南阳一带略有耳闻 古术在正统道家的眼里是会被视为邪术的 登不了名门正派又怎么会跟自己的师父马真人扯上关系呢 而且玄还称自己为师兄 这一连串的疑问在扎文斌的脑海里闪过 无论如何他都要跟那个黑墨镜问个明白 都这会儿了 扎文斌是不得不加入柳爷这个队了 他也不含糊 丢下了一句话就开路说道 我在前面 我那个兄台拜托你派两个人看着 你放心 柳爷这边的人马也立刻跟上 他们的装备好 足够的照明和物资 武装到了牙齿的队伍 就真遇上三五个毛江 凭这火力啊 那也是轻刻之间就打成一滩烂泥的节奏 僵尸是挺可怕的 但是那是对于只有大刀长矛的古时候 僵尸的速度和他怪异的身体才会对人产生巨大的威胁 但是现代社会对于拥有强大火力的战队 僵尸说到底啊 也不过只是一种变异的尸体罢了 一颗子弹过去照样穿孔 一梭子过去连钢板都能打穿 何况是尸体呢 扎文斌担心的倒不是那些僵尸 他更担心的是那个声音 那个哒哒哒的脚步声 那股子对他压制的煞气 一直到现在已经残留在了脑海里 如果刚才不是他们及时的出现 或许这会儿啊 他已经在和马真人在地府下棋了 要说啊 之前穿过这片遗险天 那是闭着眼睛 硬着头皮跑的 他的注意力 当时全部放在了背上重伤的钞子身上 没有闲暇去关注那些四周有的没的 全平憋着一口气 一路到底 那是在和阎王争分多秒 现在呢 要扎文斌重新倒回去走一趟 那就等于是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风景 从来都是需要慢慢欣赏的 地狱也不例外 若是闭上了眼睛 黄泉路和自家门口的乡间小道笔 或许就是宽上了那么几寸而已 这些黑色的巨石 如同石板一般 平滑却又有着大理石般的反光 有黑而闪亮的巨石 给人的感觉是无比的压抑 行走在中间的人渺小得如同地上的蝼蚁 那些或有或无的白色纹路 在石壁上如同一条条蜿蜒的巨龙 互相盘根错节让人叹为观止 这些巨大的纹路如同一个个古老的符号 那么这些光滑的石壁就是一张张空白的黑色符纸 只可惜啊 这些纹路太大了 扎文斌看不清全貌 他只是凭借着自己的感觉 他觉得这些纹路并不是天然形成的 而是有生命的 符这种蚊子的来源 谁都说不清个具体 有的说法是说呢 是根据五行受力后留下的形状演变的 但是就和中国汉字甲骨文的起源一样 任何类型文字都是有着自己的起源的 而道教的文字至今仍然是个谜 如同那些难懂的经文 道士们只会念 但是翻译成白话文 谁也说不清楚其中的意思 同样是那些符文 绘画的不在少数 能读懂其中真正意思的 却是寥寥无几 这对人往里面走了有约摸半个小时 依旧看不到出头的意思 柳爷便赶到前面去问道 扎先生 方才过来的时候花了多久时间 走了多少路程 扎文斌停下了一响 刚才好像自己一口气冲出来 是真没花多久时间 总的加起来也不过是四五里路的样子 按照他们眼下这速度行走 也该到那个平台处了 应该快了 再往前走走 我刚才跑得急 想想不会差太远 柳爷怕扎文斌有误会 连忙解释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像先生这样的高人 自然不会搞错的 扎文斌不作答 他的脑海里满是那种脚步声 低着头只顾自己赶路 他的身边是大山陪着 卓雄呢 则在那抬着抄子的担架附近 谁知道这些人会不会耍花招啊 这点他必须得防着 在扎文斌再次走到那个石台前方的时候 他的脚步停下了 所有人的脚步都停下了 但凡手上有灯的人 全部把光线聚集到了那块巨大的石头下方 那儿有一个人 一个身穿兽衣的人 他在那儿悬空着 他的双腿还在不停地踹动 他的手舞动的频率已经不高了 扎文斌眯着眼睛盯着那人 从后背看 他是那个黑墨镜无疑 一丝难以察觉的黑线出现在了扎文斌的眼中 他大声喝道 救人 他被吊着了 黑墨镜被吊着 离地足足有三四米高 几个人冲了过去 一时间竟然找不到什么好办法 就在此时 卓琼一把夺过去身边那人背上的胯枪 咚的一声 枪声在这个狭小细长的一线天 久久回荡 震得人耳朵发麻 那黑墨镜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跌落下来 又恰好被地上的几个人伸手接住了 他很轻 轻到接住他的人 以为接住的只是衣服 他的重量在人的手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好伸手 柳爷给卓琼丢下了这样一句话后 便急匆匆地赶到了前方 黑墨镜这会儿正躺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他那黑漆漆的牙齿上面 已经渗出了点点血丝 在这强光的照射下 他用手遮住了自己的脸 显得格外猙獰 他不喜欢光 都让让 柳爷吩咐那些人退下 又准备叫医生过来瞧瞧 但是黑墨镜却挣扎着爬起来 挥手示意不用 只是自己背过身去 干咳了好一阵子 又从怀里不知道摸了一个什么东西 吞了下去 扎文斌在现场捡到了一截黑色的东西 那是一束头发 长度大约有两臂 被卓琼一枪打断 看样子 吊着黑墨镜脖子的 就是这团头发 作为晚辈 他先走了过去 试着扶黑墨镜 当他的手接触到黑墨镜的手臂时 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了出来 很细 这宽大的衣袖下面 几乎没有捏到黑墨镜的手臂 他的胳膊 真的可以用骨瘦如柴来形容 这一股的衣袜 就会用骨瘦的手臂